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首次发掘于1930年 国学大师王国伟将居然汉奸 语音须甲骨文 敦煌藏经洞文书 故宫明清档案 并称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四大发现 1930年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 与以学习生为首的中国学者合作 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 27岁的瑞典人温尔克贝格曼 是第二次来到内蒙古俄吉纳河流域 在坐落在一个墙切石山顶的封碎和旁边房屋废墟下面 我发现有院墙的痕迹 当我测量这个长方形墙体时 钢笔掉落在地上 当我弯腰剪钢笔的一刹那 意外发现钢笔旁边有一枚保存完好的汉潮硬笔 五株 于是我开始仔细四处搜索 第二天从最东边开始挖掘 很快就发现了窄条的木简 从1930年4月27日至1931年3月27日 贝格曼在十一个月的时间里 沿俄吉纳河流域踏长了南北250公里 东西60公里的范围 在30个地点出土旱见 总数达到1085枚 居盐又称为居盐边塞 汉武帝曾在居盐一带筑城 移民 屯田 兴修水利 居盐汉间的绝大部分 实际上就是汉代边塞的屯树档案 我们以前对这个汉代西北的经营 史书里面记得是很少的 就是它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补充 更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整个汉代的 这个边塞团书系统 边塞军事系统 他们的了解 向匈奴人打过来了 我们这个风随 当时有这叫所谓风火品约 就是这个有多少个匈奴人过来 我们就要释放不同的信号 把这个信息迅速地传递到内地 然后进行判断来进行防御 都是很详尽的规定 还要对这个整个风碎进行修整 然后还要每天出去巡逻 然后在这里面呢 他们还要完成这个日常的这个劳作 需要种菜啊 需要传递文书 都有这个比较详细的记录 菊园汉间的书写时间跨度超过270年 它不仅记录了菊园地区的屯树活动 而且还保存了一批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官方文书 在巨烟新建里面其中有一个记载了甲区猴官的长官 他叫肃君 这个人跟一个老百姓叫扣恩 他们两个之间发生了一个经济纠纷的一个案件 这个甲区猴肃君 他呢 委托一个老百姓叫扣恩 帮助自己贩卖5000头鱼 然后呢 他就答应呢 提供给这个扣恩 一头牛 还有若干石的粮食作为这个报偿 他们之前本来约定这批5000头鱼呢 要卖40万钱 很遗憾的这个扣恩呢 没有完成销售任务 然后为了弥补这个损失吧 扣恩就把作为自己报偿的这头牛 给卖掉了 作为这个损失的补偿 这些赔偿的总监大约是24600钱 然后回到聚焰之后 扣恩又让自己的儿子 给这个素君打鱼 又打了100天 然后呢 来作为这个另一部分赔偿 扣恩就认为 他们这报偿呢 已经完全够赔这个素君40万钱了 但是呢 素君还是不满意 就把这个扣恩告得了聚焰限庭 还要扣恩进一步赔偿 扣恩呢 就把整个的这个过程很详细的向这个官府进行了报告 后来官府就裁定这个素君所言不实 扣恩赢得了这场官司 正因为居然汉奸 直观并真实地记录了 河西边塞的行业数倍 猴望烽火 精神信仰 文化学习等多方面内容 他也被史学家们 视作2000年前 汉代边塞地区情况的百科全书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